嘉義煙頭顱案 陳姓祖賢的大陸籍妻子 今天下午搭機已經從金門 回到台灣松山機場了 一下機馬上被嘉義警方 帶去協助調查案情 現在我們在畫面當中看到 用手來眼面低著頭的 就是陳姓祖賢的大陸籍妻子 3月15號有民眾在嘉義水上香的 一處公廁裡面 發現了一顆被人用鹽巴醃漬的 女性頭顱 後來警方查出 死者是住在新北市的女子陳婉萍 而他的二哥設有重嫌 警方也將這位成姓的二哥的 大陸籍妻子列為關鍵證人 但卻發現這位關鍵證人 已經在3月6號回大陸福建去奔桑 直到今天下午才搭機回到台灣 馬上由專案小組 帶回協助釐清案情